全球化的时代 谁离了谁都活不了 但是有一些人呢 总喜欢拿这个爱国情怀 去绑架别人的消费 这个汽车却尤其严重 前一段时间的这个 美国人不太讲究 这个英伟达呢 要对国内的这个芯片限制 但这个其实对于新能源车企 影响特别大 因为有很多车企 都依赖英伟达的自动驾驶辅助芯片 然后总结了一下 太长了 你们就看一下 未来小鹏理想高和极度至极 威马尚起尔 沃尔沃路特斯机星 对 还有个比亚迪 发现了没 这个我们国内主流的新能源车型 中高端车型 英伟达的自动驾驶辅助芯片 就是标配 你以为这就完了 没完 百度阿波罗 滴滴 小马志行 文远志行 安徒 这些自动驾驶的研发企业 在一部分上 也是严重依赖英伟达的硬件 基础算法 测试环境和数据中心 敲重点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 明白了吧 还有一个英伟达自己说过 就是合作的30家企业里头 有28家 依赖英伟达的这个 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 所以说这个事 对吧 大家自己想 如果说你说上面这个 我全部都不买 那没问题 咱们来看看这个传统的工作商 日本的爱信经济 然后这个加格特 博士 电装 大陆 国内哪家车企 敢拍声谱说 说他们的东西 我一样都不用 不可能的事 之前一直在吵吵 弯道吵车 弯道吵车 你直线都超过去 你弯道能超得过去吗 对吧 承认别人优秀 然后学习别人 这个自己进步 最后超过他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 这个道理 我们上学时候学过 十一长计一致一 这全忘了 这道理一点都不明白 然后英国的使团 来拜访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 想提出这个通商的这个需求 然后乾隆皇帝当时说的啥 这个天朝上国无所不有 不许与外衣互通有无 大清早亡了 这个辫子该割了 我记得民国的时候 有一位大师叫郭功明 他是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 那那个时候人们呢 就是刚那个减辫的 因为大清朝刚亡嘛 然后他自己留着辫子 当时他在台上 给学生说的时候 他说 我的辫子长在头上